为了提升矫正机关的形象 展现收容人教化艺文和作业继续的丰硕成果 法务部矫正署办理矫正机关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比赛 收容人透过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研发具代表性的矫正文创商品 10月底将举办展授会 将这份成果和大家分享 三位评审老师在131件作品中来回穿梭评分 要选出12件优秀作品 有的作品是陶瓷木雕等传统工艺类的 也有加入个人巧思的艺术创作和环保回收物创作等等 都出乎评审的意料之外 里面的精致程度有点出乎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它会从人文的角度去思考 那有些会觉得受情人他们自己以前的个性 我们从创意理念里面觉得说以前他的个性 然后他这里面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教化 然后从这里面他可能收敛他的心性 从在过程里面他去学了一些东西 所以他把它呈现在作品里面 我觉得这点是这次做文创商品一个蛮难得的 矫正机关除了是执行刑罚的场所之外 更希望矫正教化收容人重新学行适应社会生活 为了搭起收容人和社会间联系的桥梁 矫正机关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的教化艺文 及作业继续连展 那事实上有这些活动开始是从95年开始 那我记得是我们前部长 师部长希望能够保留文化传统 凭你失传的这些记忆 能够在矫正机关里面也能够接续 那我们把这个讯息一直的接续的一年 接着一年传达 那到目前已经12年了 这一次由高雄第二监狱承办文创艺文 继商品连展 并且首次举办矫正机关文创商品设计比赛 收容人将矫正机关所在地的文化特色 融入设计作品中 像是云林酱油 瓷瓶组 高雄竹艺台灯 和新竹吹粉 藤鞭等等 都是入选的优秀作品 那这一次又刚好我们看到的 这个文化创艺的比赛里面 对他们来讲 第一次他们也接收到这样一个信息 那这样的信息里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不管是老师也好 不管是受刑人来讲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具训或学习的一个过程 不管是绘画 书法 木雕等 参赛作品都是收容人的精心创作 这一项文创艺文及商品联合展授会 10月27号到30号共4天 将在星光三月左营店10楼举办 欢迎大家多给收容人鼓励 帮助他们适应社会 港督新闻潘志光 蓝昌邦 采访报导 你把照片纸显缓在里面 一项目就要走 没有授吾